全球16强翼装达人 五度集结张家界天门山 中国飞人张树鹏正式出战 万刀竞速 双人对决 人体飞舰 精准穿靶 无挑战 不亦飞 今天中午12点30 湖南都市 联合全国十多家媒体 同步直播 2016 全球翼装飞行试竞赛 好的 欢迎回来 这里是湖南都市频道 正在为您进行现场直播的 2016全球翼装达人 世锦赛 我们人剑穿靶挑战赛 刚刚已经是进行了 我们第一轮的比赛 全部结束 那么四位选手得分 分别是0分 20分 20分和20分 马上进行的是我们第二轮 那么经过30分钟的 非常紧张的这个快速的转场 我们的四位选手 现在是陆续重新返回到 我们的这个起点 准备要进行第二轮的比拼了 那么在这里也要提醒 各位观众 湖南都市直播公用信号 进行同步直播 或延时播出的媒体 还有芒果TV 湖南国际频道 金英济世卫视 青海卫视 湖北京视频道 天津科教频道 上海新闻频道 江苏城市频道 重庆影视频道 广东京视频道 安徽综艺频道 江西都市频道 辽宁都市频道 河北都市频道 以及黑龙江都市频道 那么现在我们说到 人体飞舰穿把的 第二轮比赛 马上开始了 来我们看到 第一位出场的 仍然是我们的亚诺 这是我们非常 刚刚也说到了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第二轮有一个 更好的成绩 现在我们看到 这位选手的压力 可能要是比较大 现在我听到 总裁办长 詹姆斯跟这个 降落地点的话 进行沟通 因为一桩飞行的话 风还是一个因素 影响这个起飞的因素 另外的话 为了选手的安全的话 在降落地点的话 都要跟降落地点的 残判工作人员进行构图 现在进行 10秒钟倒计时 那么亚诺很快就要出发 那么现在目前来说 降落地点风还是很不错 好的 我们看 第二轮比赛 开始了 同国研我们可以看到 悬崖下方的 这个风速风向 气流变化还是有的 他在迅速建立自己的 下方航线 调整好自己的飞行姿态 已经进入了转弯 现在大坡度的转弯姿态 特别明显 看看能不能快速地 改出转弯 提前进入瞄准阶段 好 现在已经平稳飞行 开始进入瞄准阶段了 现在出现 漂亮 这穿马而过 对 这次得分 看看怎么样 因为 上一次他很遗憾 我们每一位选手 其实在穿过靶之后 还要面对的就是咱们的缆车 是的 你看他这一次的降落 在穿越索道线之后 他身体很长时间的 都保持一个大阳角 这就是减速 大阳角减速状态 从160公里 他能减到几十公里 在开伞的瞬间 仍然对他的身体 有很大的冲击 但是翼庄飞行员的 开伞特点 永远是低空开伞 使用快伞 快速的降落伞 那么这种快速降落伞 它的开伞时间 仅仅在1.2到1.5秒之间 但是1.2和1.5秒之间的 开伞消耗高度 仍然在80米左右 也就是说 你开伞的高度减掉80米 你还有200米的余量高度 你是必须保证的 如果保证不了的话 你的降落时间 有可能就会突破30秒 有可能突破35秒 有可能吃到黄牌 甚至红牌的可能 甚至被取消成绩的可能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他这个翼庄飞行员 他在开伞的瞬间 还有很多故技 不像普通的跳载机动员那样 开着伞了 我就双手操动的操动带 来实行伞降就对了 开伞之后 他还要进行上级下托的动作 这个打托动的转弯 是很明显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好像偏上一点 偏右上 很有可能这是一个高分 先滑到了右上角 我们看一下 一会儿我们再通过曼能多来仔细看一下 但是亚诺应该说还是顶住了压力 是的 在第二轮的第一个出场 相对于之前 这一次不仅是穿过了咱们的这个把 而且呢 位置 也是20分 我们看到第二轮 亚诺的成绩为20分 那还是贴着这个蓝白相间的位置过去呢 应该是 略有遗憾 那这样的话 亚诺的总分两项相加就是20分了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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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出场 看来确实在心理上 有很多的压力 对 在竞技状态上可能都会有些影响 好 我们再来通过他身上的这个哥哥来看一下 越来越近 穿的是右上角 其实穿把一瞬间 他等于说前面都看不到了 是吧 是的 然后一过把之后 马上就是缆绳 他就要从那下面穿过去 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的 而且依然呢 我在穿越把镖之后啊 我感觉到 他在这次调整的过程 就大阳脚紧速的过程是偏长的 心理状态还是不错 起跳 仍然是保持着一贯 它的速度型的起跳方式 急剧向下俯冲 改平的过程当中啊 估计只消耗掉了200米左右的高度 那么前进的幅度不是太大 地速很小 而转弯的坡度其实非常大的 可以清晰地看到 它的大坡度转弯之后啊 长时间的做了调整 做了瞄准冲把的调整 这个时段还是比较长的 只是在最后的向左下方的调整 略略略小力点 当然在 相对第一轮他已经是做了很大的调整 好的那么确实我们说亚诺在第一轮和第二轮的两次飞行穿把当中呢表现是越来越好 他们现在的他现在这样的一个竞技状态怎么样他现在心情怎么样 马上来连线到我们的在降落点的我们记者曹玉芳 由他来采访一下我们的亚诺 曹玉芳您好 他没有但是相信我第二轮我一定能够做到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下来了 确实他说到就做到了 然后他正中了靶心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亚诺在下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纸片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个纸片 正好从他的嘴边然后这样吐出来 他着陆的第一刻就是把这个纸片吐到了地上 也就是说他的脸正好正好正对着那个靶面 然后把纸带下来了 非常的有意思 那么我们来问一下 他是如何在第一轮失利的情况下 在第二轮然后正中把心的 你知道在第一轮你没有做到 在第二轮你没有做到 所以你怎么做到这种事 我做了一个很好的练习跳 然后我做了一个很轻松的线 然后我踢了它 然后在第一个真正的线 我试试了一个比较适合 并不是最好的适合 比较适合 然后在第二个线 我回到我原本的计划 然后在一个很轻松的线 然后就完美了 OK 也就是我们正式比赛的第二回的时候呢 他就返回到了前面那个策略 所以因此他能够成功的 然后打中我们的把心 那么现在目前那个我们亚诺的 那个他的成绩呢 是20分 我们希望这个成绩能够带给他好运 我们接着等待其他选手的降落 好的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